1.5MOTION 因为你是一个椅型手腕 所以你接球的时候 我们已经微微向上 我们的手腕都应该微微向上 然后出手 压 然后上 你才会坐到的 坐到之后向上伸直 然后下船 椅子 别推 压 刚刚也是跌到后面 记住这张椅子是有iPAN的 当我们向上的时候 记住这里是同方向 上的时候是这样上 记住再看一次 不是这样上 是压 你是升肩的 但是1MOTION不是很小顶的 反过来1.5MOTION 你要升起的肩 然后拉换 但是你控制的是掌心 OK 再来试一下 记住 记住你尽量一开始练习的时候不用手指 你会练到这里的感觉会强很多 1.5MOTION 其实不是很需要侧身的 我们可以比较平的脚 去控制波 去控制波 波是差不多和你的头 差不多尺寸的 我们不要用波的中间 但是我们要用左右两側 而手指是在波的中线上面 因为去到最后我们脱碗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容易控制波 跟着你出手的中线 因为我们最后一定要下旋转 向上下旋转 那么波就会直 假设我现在在这条线上面 记住出手的时候 压掌心控制 最后才用手指拉下来 地的时候 那个波出手的 千万不要变成 转出波 用脚撑出波 其实这个 是最难控制力量的射波方法 我们之前1MOTION 我们做过这个 上秋训练的 其实我们同样 都是用这个力量去射波 但是我们就是 升起的时候 向上出手 压升起的时候 向上出手 记住你摘波的时候 尽量不要指向前 微微向上会比较好的 因为当你摘波的时候 我们就压下去 然后很容易向上 这里 你的波的中心 怎么会比较容易去到这里 压 抽起 脚掌去法力 尽量不要用大腿法力 大腿法力很容易会往前 压 抽起 然后射波 对 压 抽起 射波 比较类似一个好像跳射的状态 我们练习这个 上抽的力量 和出手的角度的时候 记住我们 尽量用混球去练习 因为其实你比赛的时候 1.5MOTION 较为有利 都是拍球之后射波 先分了手力混球 核心混球 我们是手力核心压实之后 升起然后出手 再看多一次 手力压 抽起 然后射波 我们慢慢练习 如何压实核心之后 然后抽起 记住 我们头篮 1.5MOTION的头篮 是一个跳起的过程 放球出去 是压 抽起整个人 就不是抽起 球 压低 抽起整个人 然后出手 对了 抽 然后射 就不是球 只靠脚去跳 所以看多一次的练习 压低 抽起 射球